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是有請毛部長 有請毛部長 賴委員 謝謝解釋 那個部長齁 剛剛朱鳳之委員的質詢 坦白講以我心有戚戚焉 就是說我們 大概新的政府上來已經一年半了 那麼成績沒有變好 過去你們在競選的時候所訴求的那些目標沒有達到 很多事情現在是在一個先蹲後跳的一個階段 前面要把 節節後退 很多事情我們要重新把它打一個基礎 當然你可以講說你是先蹲後跳 這句話講起來很好聽 事實也是這樣子 那你也蹲了一年半了 很多事情包圍像這個 像我們現在航空城我們要把法案通過 法案通過要完成規劃 你們第一個會議就給你們了 我跟你講齁 不是這個而已啦 你去看看你齁 交通部所管轄的業務你自己去看看 齁 不是你講了說先蹲後跳 四個字一句話有辦法解釋的啦 你看你們之前批評高雄港的那個貨運的這個吞吐量 說降了多少 結果你們現在執政一年半也沒有增加反而更退步啊 我是舉這個例子啦 就是說政黨輪替 高雄港我甚至可以講他的名字甚至還會再退 因為這個一定有時間差 然後那就是說像很多的建設我們要趕上去 然後將來我們大概也不會去特別強調排名 因為台灣那個時間已經過去了 台灣這個以海港拼量已經過去了 你們當初就是用排名在罵民進黨 在批評民進黨 我今天要跟你講你們齁 在場你們大概都是專家啦齁 在這方面的專業也許都比我們委員強啊 但是我相信一個經濟模型 就是說台灣跟中國 如果說政治經濟合在一起 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什麼都在中國的話 那我們怎麼不會被邊緣化呢 我們沒有 並沒有把所有的蛋都放在那個籃子裡 現在一步一步往這邊走 一步一步往這邊走啊 最近我們行政院辦的科技會議齁 六場我去聽了五場 四場都是中國 都是放在中國 坦白講我在現場我都沒有花言 因為我是去旁聽啦去練習 我是對我們這個國家規劃這個方向 坦白講我是非常憂心啦 你不要說先蹲後跳啦 到最後沒有跳就這樣躺下去了 你知道嗎 接下來我要質詢的是另外一個啦齁 我剛剛這一段話 我是呼應剛剛朱鳳之初委員講的 我不是要跟你吐槽 在那個委員的意見齁 你真的有時候要進去思考看看 因為到底我們接觸的是 另外一群不同的人 他們不同的思考 很可以透過委員啊 在立法院 質詢的時候給你們做參考 你一定要重視 你知道嗎 不是說啊你給我這樣打呼過去 然後就就好了 我現在是說 因為我們國家齁 這個公路啦齁 公路的建設啊 一年都編幾百億吧 今年編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我們有重建的 整建的 有新建的 我想大概一年幾百億都有啦 那台灣我看這個公路系統齁 大概也建設的差不多了 我希望部長有一個概念 從明年起啊應該要逐步轉到軌道運輸的建設 我們現在軌道的預算已經比公路高 應該要甚至於更那個啦 否則齁 你坦白講 你現在各縣市 或是你這個 一高二高 然後連外道路齁 建設到好到說齁 那如果沒有來行啊 真的一定不知道要怎麼塞啊 每一條都蓋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好 對 跟委員報告好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啦 將來我們整個運輸方面的政策 事實上要強調公共運輸啦 對啦 然後這個公共運輸呢 就是說公路我們開了 但是公路上面我們公共車輛 公共服務的車輛不夠 尤其是偏遠的地方 那麼在有些縣市我們大概還沒有 還沒有這種 這個區域型公車 除了公路客運以外 這個是要強化 那這一部分是在公路上 然後另外當然屬於軌道這部分 是大眾運輸 那是大量的 那這些呢 是在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 那可能我們也要避免一個情形 就是說 在很多這些都會區 這個大家習慣 喜歡提捷運 但是事實上我們在台灣 很多的都會區 它甚至於連公車的服務 都還沒有做到騎馬的水準 它馬上就跳到捷運了 就會出 就很容易出現高捷這個情形 所以我想在這些地方 政策上都需要調整 我非常同意 剛剛委員提示 這個大方向 我完全贊成 公車沒有做起來 原因在哪裡 我們要去思考 是是是 公車沒有做起來 公車沒有做起來 它不是齁 去這個排除軌道 軌道運動建設的要件 這個邏輯一定要弄清楚 你知道嗎 因為齁 像現在台灣有五個直轄市 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像我們台南市又加入了台南線 人口已經兩百萬了 也是應該要有軌道運輸的建設開始 你如果考量我剛剛講的 坦白講各縣市的公路建設 不管是一高二高 坦白講都蓋得非常好 如果我們一年齁 再花幾百億在這上面 坦白講 經濟效益不大 經濟效益不大 你编的那些錢 你不花也不行啊 對不對 審計部是看你們執行力啊 到最後齁 十塊錢當一塊錢再用 沒有那個經濟效益 應該要過渡到軌道運輸 現在方向上已經這樣 應該是要這樣 對方向上已經這樣 像我們台南市 跟這個桃園縣 過去其實都有軌道運輸的這個規劃 後來這個計畫就終止了 這個事情毛部長你知道嗎 桃園縣現在還在進行 台南市呢 台南市好像有過可行性吧 我跟你講 我再去了解一下 對 這個齁應該去了解 過去規劃的是整個台南市 他是個省匣市 現在又不同了 因為現在是台南縣市 一個直匣市 你不要看說現在 現在高雄市政府的這個捷運齁 營運不佳 然後就去放棄了其他縣市的這個規劃 這不是這樣子齁 今天如果齁 社會進步到一種程度 齁 社會進步到一種程度 包括就是說 節能減碳 不管是呼應節能減碳 我們應該要有這個軌道運輸以外 如果節能減碳這個觀念 老百姓接受的話 我相信啊 摩托車 以摩托車代步的 齁 以摩托車代步的這種 這種這種運輸啊 如果慢慢有辦法跟軌道運輸結合的話 我的軌道運輸就可以做得起來了 那這個東西當然不是三元兩義有辦法講的 一定要 毛部長跟你們 當位的人 好好去規劃嘛 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好好解決嘛 這點你看怎麼樣 非常同意啦 這個 所以我現在在交通部裡面 我們也設定一個指標啦 我們希望盡量能夠拉高 所謂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這樣的指標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每年都能夠有所增長 那台南市的話 台南市大台南的這個軌道運輸 什麼時候可以規劃呢 台南縣市有一個輕軌捷運計畫 目前正在辦理可行性研究 台南縣市嗎還是只有台南市 台南縣市 是嗎 沒有弄錯嗎 你們上來回答好不好 來回答一下 誰負責 講清楚 陸正師 陸正師 劉科長 報告委員 因為 台南縣市 它有一條輕軌的計畫 那當時是可能是委託這個 陳大的 教授來做研究的 那條肯興研究的計畫 事實上是從永康 然後到台南市 然後可能沿著中正路有到安平 那那條計畫其實規劃多年 那可能剛剛委員還有問到一個就是說 桃園跟台南之前有一些都會區的捷運 那可能是早期 駐都局 那有做過那個地方的這個 捷運建設的一些這個所謂可行研究 那之後延續到高鐵 高鐵局的捷運組也在做相關的規劃 那這部分因為 所以就剛剛部長所報告的 因為要循序推動嘛 那後來我們這個整個捷運建設 希望是由地方提出 所以現在地方反而是提出一個輕軌的捷運計畫 這一個路線 部長 這個路線並沒有得到台南市民的支持 因為它的目的 因為它那個目的 是要解決 這個好像是台南縣市體的 沒有沒有那個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 那主要是在台南市 因為那個路線主要在台南市嘛 我知道啦 從小東路進來嘛 那個不用再補充了 那個從小康 小東路進來 走北門路嘛 火車站 然後走中正路或民生路 一直到一載京城嘛 這個是要做觀光之用 主要目的就是要發展觀光 我們今天談的是 一個大台南地區或大台中地區 或是大高雄地區的一個軌道運輸 所以部長你是不是可以承諾 應該要成立一個小組來規劃 大台南地區的一個軌道系統 的這個規劃好不好 我想這個現在 這個針對這個縣市合併 這個案子 我想對於如何在這些縣市 我們將來來推動這個公共運輸 跟大眾運輸 我想這個是 是一個課題啦 是一個課題 我們來我們來研究 你們會組一個小組來規劃嗎 規劃這個事情嗎 我們可以來研議這個案子 研議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我們來研究一下 看怎麼 因為這中間涉及到 中央地方的一些分工的問題 好不好 我想這個 等到有具體想法的時候 我再跟委員來報告 好不好 所以你答應去推動就對了 是是是 我想像這個公共運輸是一個方向 是我們交通部的政策方向 所以你答應去推動 是是是 OK 好 我們謝謝賴清德委 我們謝謝賴清德委